一次尴尬的寻亲 拒绝认亲的儿子 我当时问他 想不想就是找自己的父母 他说是想知道父母是谁 但是不愿意认亲 汽车站到狱 改变一家人的命运 我都跟他下来了 我第十二日睡着了 就那个老太太 我把这个小孩托回 给这个老太太 我托付的人错了 32年艰辛寻找 谁来解开心结 我妈为了找我 放弃了很多东西的 也现在你知道我有命运 32年的心结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21年3月中旬 陕西省渭南市大立县公安局 从公安部收到一个盼望已久的信息 我们反对回来一条和徐万华有类似的一个DNA比对 但是比对的只能达到80% 公安局提到的徐万华是大立县枪白镇人 已经70岁了 儿子徐维维六岁丢失 做父亲的整整找了32年 现在警方获悉 有一个青年男子和徐万华DNA有80%相同 使血亲的可能性极大 年龄也与失踪的儿子相仿 几十年的期盼有了线索 重病再生的徐万华很高兴 从公安部反馈的材料看 比对上的男子谢名叫李崇志 38岁 1983年生 年龄和失踪的徐维维一致 李崇志是河南户籍 现居长沙 李崇志是不是徐万华丢失32年的儿子徐维维 还需要提取父母儿子的血样进一步比对 这边的徐万华配合警方采了血样 可是当大立警方电话联系上李崇志时 对方的态度出乎警方意料 我先报了一下 我是大县公安局的民警 然后他当时第一反应上来 就跟我说的是 我大概知道你要问我什么 和大部分寻亲者态度截然相反 李崇志第一时间没有配合警方抽血采样 我当时问他想不想就是找自己的父母 他说是想知道父母是谁 但是不愿意认亲 不愿意认亲又不配合采血 这个叫李崇志的男子 到底是不是32年前失踪的徐维维呢 警方又核对了其他信息 我知道我爸叫万华 但是姓什么我具体不知道 我妈带个帘子 这个我也知道 李崇志回忆自己有个姐姐 她是在六岁那年在长途汽车站 和妈妈姐姐分开的 当时李崇志跟我说的是 当时在蔚南汽车站 他母亲领着他姐姐和他 然后在这边乘车 他能把他有姐姐这个事 说出来 大致90%都是相同的 DNA比对上80% 其他线索也对上了 可以肯定 这次寻亲马上就要成功 大力警方赶紧联系了 徐维维生母王连连 他此时在河南 他采了血样快递到了大力县 现在就差李崇志的血样了 可李崇志还是犹犹豫豫 和亲生父母32年未见 又不愿相认 有什么隐情呢 李崇志同年记忆中 自己是父母离婚后被遗弃的 所以对亲生父母有抵触情绪 听到这里 父亲徐万华和母亲王连连 都感到委屈 他们说从来没有遗弃过孩子 这30多年 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 找徐维维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这是一次尴尬的寻亲 亲人很有可能就近在眼前 可是这位男青年 就是不配合进一步的比对 而他抵触的原因是他认为父母当年把他遗弃了 而父母觉得也很委屈 他们这30多年来一直在找儿子 而且找得非常的苦 那事实情况到底如何呢 上世纪80年代 在陕西渭南大立县 身强力壮的徐万华和王连连夫妻 无疑是最早富裕起来的那拨人 当时夫妻俩在省会西安承包了一家旅馆 西安是著名旅游城市 夫妻俩生意做得很红火 养育了一双儿女 没过几年 这原本幸福的家庭 被一场婚变击垮了 因为他找夫妻 我这媳妇就跟我弄死 这一弄死以后 这就跟我弄理会 然后一离 我妈崩溃了 1989年夫妻离了婚 原本两个孩子判归南方 王连连担心前夫顾不上孩子 决定带两个孩子 回距离大立县40公里远的 华阴县娘家 1989年6月20日 王连连带着8岁女儿和6岁儿子 到了卫南长途汽车站 因为婚变打击 当时王连连身体和精神状况 都很不好 她糟糕的状况 以及身边的一双儿女 引起了其他乘客的注意 王连连一路和老太太诉苦 见她不舒服 老太太主动帮忙 召看儿子徐伟伟 长途汽车开了几站 王连连晕车半路下车去呕吐 女儿下车陪着她 这期间 两个人都没顾上6岁的徐伟伟 下车的时候我妈 下来说头头晕了 她下车直接躺在那个车旁边 我都跟她下来了 我第四个月睡着了 叫那个老太太抱着 下车后的王连连一时晕厥过去 不少旁观群众过来帮忙 等王连连醒来才发现 大事不好 此时此刻 母亲王连连才发现 老太太抱着儿子徐伟伟 坐车跑了 母女俩赶20分钟后 下一班长途汽车 追到了终点站长城县 可哪里还有老太太的身影呢 这个老太太就带着孩子 自称是城河矿物局 我这一天又走到 三天去到三天到五天 在城河矿物局找 找不着我以为坏了 这估计是人犯是吧 在车上聊天的时候 老太太自称是河南洛河人 家在城河矿物局 母女俩随后找到了矿物局 却是查无此人 这个人给他提供的地址 姓名 全都是错误的 所托非人 母女俩这才意识到 六岁的徐伟伟被拐跑了 母亲当时就报了警 这个时候她才发现 因为家庭长期不和睦 六岁的儿子 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 母亲唯一能给警方 提供的特征是 徐伟伟后腰 有一块巴掌大的灰色胎记 这给警方破案 带来极大难度 一位老太太自称是 河南洛河人 在警方查找的同时 母女俩也往河南方向 边寻找边打听 我一直这些年都是扑星炮 那的有我孩子 一看六岁的孩子 都好像是我孩子 走到路上 好心给我弄些水喝 有些人给我 短一点饭吃眼镜去逃 晚上我就睡到那个汽车站 那些年里 将女儿放在娘家 漫无目的寻找儿子的王连连 经常被当成精神病或者乞丐 婚变后 她身体每况愈下 丢了儿子后 精神也出了问题 头脑有点 家旺症 有时我还不能激动 一激动我都不行了 一婚也就 当然也受不了了 然后就孩子一丢 双重感觉 然后就成这个样子 儿子丢了的消息 终于传到父亲徐万华耳中 一时间他也焦急万分 得知亲生儿子丢失 徐万华在大利县 以人口失踪报警 后来他抛下生意 和前妻全国各地找寻儿子 因为没有照片 寻人骑士都没法贴 父亲只能靠自己上街碰运气 那些年里 他彻底放弃了生意 积蓄很快花光了 整天以泪洗面 找不到儿子 悔恨不已的徐万华 靠酒精麻醉自己 每每酒后 感到自己无能为力的他 都把希望寄托在公安身上 母亲王连连在娘家安顿了女儿 有时间就去寻亲 有一次 他从魏南走了四百多公里 到了河南 一路靠坐清洁工维持生计 最难的一次寻子过程 他还遭遇到了劫匪 那个领包南边靠山 我找孩子背这个包 有一个男孩弄个刀子 最后逼着我 就到我脖子上 抓住我头发 我当时我还很清醒 我说你要我就身上 有三四百块钱 我是找孩子救了 最后他也没有要 那些年里 王连连选子心切 硬是靠一双脚踏遍了周边的好几个省 就是去过陕西 陕西 咱们陕西的全境 包括陕西 甘肃 还有河南 都跑过 儿子丢失那年王连连33岁 儿子十年也没有下落 日子总要过下去 2000年 王连连在河南洛阳 带着女儿再婚了 婚后在一个单位做保洁员 只要有空就出去打听儿子的下落 幸好我这个肌腹人比较好 然后人家都管着我 单位领导同情王连连的遭遇 帮他联系了媒体 2017年 河南大核报记者采访了王连连 把儿子丢失的经过 和他靠双脚走遍吉省荀子的遭遇 都刊发出来 还留下联系电话 最后那个记者就给我等着大荷包 也就是在这一年 一家寻亲网站的志愿者 找到王连连 帮他采集了血样 人家采血 有的再大的一些关键 这是母亲王连连第一次采集血样 而附近徐万华那边 荀子之路同样不顺 几次都是空欢喜 甚至还遭遇过骗局 我以前走啊 我就有人骗过我 骗了我四五百块钱 徐万华离婚后没有再婚 和同居女友生的女儿有残疾 生意失败后 她们回老家靠务农为生 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后来女友受不了苦 抛下父女俩一走了之 徐万华带着残疾女儿 靠低保维持生活 这期间她在山西和河南的电视台 登过荀子消息 同样引起了志愿者的关注 2016年 志愿者也帮她采集了血样 中方上发布 现在不是那个方便了 在儿子徐伟伟丢失后 亲生父母的人生都被改写了 两年前 王连连再婚老伴去世 做母亲的更是全身心投入寻思 而父亲徐万华已经重病缠身 70岁的他渴望有生之年 见一眼儿子 因为70岁的儿子造成 不关你儿子穷福 回来的时候 就说一句哪条话 你就是收房 只要你让人 是在这样世上活着 我心里都放心 看到父母为了找儿子 吃尽了苦头 可以说这份经历让人唏嘘 那么儿子的境遇又如何呢 现年38岁的李重志 是如何长大成人的呢 父母寻子踏破铁鞋 儿子寻亲同样步履艰难 大家也就是变在小朋友进来说 说是养的 或者干嘛见的 几经辗转 孩童亮亮呛呛长大 一个契机寻亲出现转机 所有的打过来的安全 和所有丢失儿童的安全 然后全都摸索了一下 现在经验你还没了 我个人摸索 不用做经验 一件事 32年的心结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按照这边母亲王连连的说法 儿子徐伟伟是被人拐跑了 而那边的李重志 记忆也是开始于六岁那年 到底是他们离婚以后 把我判给谁 我是不清楚了 可能就是我妈带着我和我姐 就打算是把我送到 我亲戚家去的 应该是在车站那里 就是遇到一个河南那边的妇女 她就是听信了别人的 别人也就是说帮我妈看孩子 中间就一起上车了 我姐我妈还有那个阿姨 我们就一起坐车了 反正我到地方 可能我在车上睡着了 等到我到地方以后 就没看到我妈了 所以说实话 我一直认为我觉得 我妈把我给人家去抚养 抱走孩子的老太太 称母亲无力抚养 把她送人了 六岁的李重志 只能接受现实 下车后 她跟老太太 在渭南生活了段日子 后来老太太坐火车 把她送到河南洛河的 一户人家生活 那么当初王连连 是否要把孩子送人呢 不是不是 她让人家帮忙 她不是送 她准备回我外婆家 然后走到路上 碰到那个十二十三个 五十多岁 老太太声称 洛河的这户人家 是自己亲戚 刚好缺男孩 就这样 不到六岁的她 在河南洛河安定下来 上了学 我们就在那里上学吧 上到春 其实王连连 曾经到过河南洛河 连儿子照片都没有 漫无目的的寻找 肯定是一无所获 孩子在洛河这户人家 上了小学初中 养父母出于各种考虑 从来不给她拍照 加上周围小伙伴的玩笑话 时刻在提醒她 这不是自己的家 那个时间小了 在那边待 也就是被那小朋友 进来说 说这养的 或者干嘛捡的 身边小伙伴的嘲笑 孩子听着不舒服 也想念父母和姐姐 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从哪里来 1997年她读初二 已经14岁的她 正值青春期 感觉翅膀硬了的她 想法多了起来 可能十几岁的时间 不知道哪个人去求金 就是这样突然间 想到这些问题 可是家在哪呢 当年被拐走时已经6岁 印象中经常去西安 经常坐长途汽车 她对自己的父母和家庭 也是有些印象的 56岁那时经常去西安 我知道的 但是在西安车站那边 经常那个时间 经常有那个公共汽车 上面有人喊 去哪里哪里卖票那个 我听了最多的 就是大连我一直认为 现在我才知道 是喊了这个大力 一直我就误认为 是大连大连的 我就从那里就走路 开始往东北去找 从6岁长到14岁 少年印象里的家 可能在东北 于是她就一路开始往东北走 但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从河南步行到东北大连 基本是不可能的 通过两个月的步行 走了快300公里 终于走不动了 就走到商丘那里 确实那里小 走不动了 走不动了 就是在一家门口 被别人收留了 收留了 然后转来转去 最后我户口就落在那里了 后来她才知道 自己身在河南商丘 走投无路的她 被一户李姓人家收养了 落了户 有了现在的名字李崇志 家里有三个姐姐 到了河南商丘李家后 李崇志的学业就此中断了 去那家 他们其实对我蛮好的 就是说我想上学 他们的观念不同吧 认为他几个女儿都没上啊 干嘛呢 没上出来 就没统一我上学 我说去少年是练武吧 他们就说怕辛苦 也是对我蛮好的 让我去学做木工什么的 反正我不喜欢的东西 最后就跟他们出去打工啊 17岁的时候 也就是2000年 李崇志开始跟随 李家的姐姐们外出打工 在广州成家也有了孩子 为人父母后 他感同身受 寻亲的念头更加强烈 可是靠00岁岁的记忆 寻亲并不容易 试探着上了网 我在上面经常翻这些资料的 看自己有没有人寻找我 李崇志上网搜索 有没有符合自己父母条件的人 却没有在上面登记和采集血样 因为收养过他的两户人家 都曾经要他承诺不寻亲 内心矛盾的他 就是想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想知道是不是被亲生父母抛弃的 2019年李崇志才第一次采了血样 而这次采集血样完全是被动的 就是在广东那边 搞烟什么出来的状况 就在合园监狱那边 他们采了血 因为无证倒卖香烟 2019年李崇志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刑一年 在广东监狱服刑期间 警方给他采集了血样 出狱后他到湖南长沙找了份工作 直到2021年3月 突然接到了陕西警方的电话 茫茫人海 互相寻找的母子俩却未曾相遇 我一直认为我妈把我给人家去抚养 30多年的心结要如何打开 把他母亲找了他32年的 当时他母亲当时在河南的时候 当过报纸 电视 这些内容 我都给他发过 团圆行动让爱回家 找回失踪被管儿童报名 32年的心结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2021年1月1日起 公安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团圆行动 也就是全国警方依托打拐DNA系统 集中侦破拐卖走失儿童的机案 从1月1号我就开始 然后把大理县近30年之内 包括近35年左右的 所有的打拐案件 和所有丢失儿童的案件 然后全部摸索了一下 徐万华是大理警方的老乡 大理警方得知他身体不好 亲自上门了解情况 大理警方又联系上 远在河南洛阳的王莲莲 了解当年孩子丢失的细节 到了2021年3月 广州警方有了反馈 DNA比对上达到80% 大理警方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徐万华 喜出望外的他和前妻王莲莲 都配合警方再度提取了血样 可是远在湖南的李重志 这一次却犹豫再三 李重志印象中 一直认为父母把他送人了 不能原谅父母 得知原因 警方拿出了证据 来说服李重志 把他母亲找了他32年的那些 当时他母亲当时在河南的时候 登归报纸 电视 这些内容我都给他发过去 还有他父亲在大理县本地 也找了他好多次一些东西 都给他发过去 发过去之后 然后他就 我当时能感觉到 他当时心情也是特别的难受 李重志2000年就离开河南 到广东打工 2017年大核报那篇 关于王莲莲荀子的报道 他并没有看到 这一次他仔细看了当年的报道 以及公安机关立案的卷宗 一直压抑的情绪 再也控制不住了 后面看报纸 我妈为了找我 放弃了很多东西的 他当时跟我说是 他愿意回来 他愿意认亲 李重志才意识到 当年抱走自己的老太太 误导了自己 让自己误解了父母 为了找自己 父母搭上了半辈子 于是2021年5月初 他配合警方采集了血样 2021年5月17日 鉴定结果出来了 2021年5月19日 已经分离32年的亲人 终于在大利县公安局相遇了 丢失32年的儿子找到了 两位老人终于可以安度晚年 徐家迎来了大团圆 警方再三查找 当年在长途汽车上带走 徐伟伟的老太太 可是一直没有线索 32年前 到底他是会错异 误认为王连连要送养孩子 而带走了徐伟伟 还是出于其他目的 已经难以判断 这个拐卖案件 大家都知道 有的五六年 有的十年 有的甚至都十年往上 时间一长 有的有的不在 给我们公安工作 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魏南警方介绍 上世纪90年代 拐卖儿童案件高发 因此寻亲接案不少 2016年 公安部团圆系统正式上线 通过互联网 加打拐的形式寻亲 绑成千上万家庭团圆 但还有很多被拐 走失儿童 没有和家人团圆 再次提醒广大群众 各个县市区 都会有公安局设立的 免费采取点 请之前被拐的家庭 或者就是丢失儿童的家庭 可以去公安局采写 我们公安机关将 再次进行电影比对 从2021年1月1日 团圆行动开展以来 依托高科技手段 陕西魏南警方 寻亲成效显著 截至目前 全市公安机关 在专业行动中 共破获管卖艾托案件 三起 抓获犯罪嫌人六名 找回失踪 被拐儿童八名 失踪人员一名 被拐妇女三名 先后组织认亲活动十场 今天我们演播室 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大学的 魏晓纳教授 魏教授您好 这个寻亲案 看得还是非常让人唏嘘的 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 寻亲路走得都异常艰难 而这其实也是 团圆行动的一个战果 咱们寻亲 现在主要是预靠哪些手段 来提高成功率的呢 第一个因素呢 是官方和全社会的 这样一个重视 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 公安部刑侦局 就成立了一个打拐办 那么同年呢 我们有志愿者呢 就建立了网站 包括我们的电视媒体 我们央视也有一档节目 叫等着我 然后呢 就是我们网友 比如说 他也发起了 随手拍的这样一个活动 就是把流浪乞讨儿童呢 拍下来之后直接上网 另外一个因素呢 我想得益于技术手段的发展 比如说随着我们近年来 就是DNA技术的这样一个成熟 准确力的大大的提升 那么2009年的时候 公安部呢 就开始建立 这个打拐DNA数据库 在2016年的时候 公安部开发一款呢 就是警务协作的这样一个软件 那么这个构成了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 团圆系统的这样一个 基本的一个框架 那么这个团圆系统呢 实际上就是利用 这个互联网加打拐 那么让人民群众 参与到打拐的 这样一个工作中 那么一旦呢 全国各地啊 有儿童失踪事件发生之后 那么这个平台呢 它就会协助全国的公安机关 那么在第一时间 将失踪儿童的这样一个信息 就是推送到 就是失踪地周边的一定范围内 那么周边的手机用户呢 提供线索 然后协助公安机关破案 当年抱走孩子的老太太 找不到 32年过去了 有没有这个所谓的 追诉时效的问题呢 因为这个案子呢 已经过去了32年了 已经远远超过了 我国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 所以这个案子呢 确实比较遗憾 但是呢 这件事情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作为家长啊 我们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 不能够面对一个陌生人 三言两语之后 就认为非常熟悉了 就把孩子交给他 这个呢 是确实是有些失误的 团圆行动的宣传语是 团圆行动 让爱回家 截止到2021年9月20日 全国公安系统通过团圆行动 已经找到失踪被拐儿童 4302名 其中失散超过30年以上的 有1000多名 22人甚至超过了60多年 这批基案的解决 也让那些还在等待团圆的家庭 看到了希望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魏教授 参与今天的讨论 欢迎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最后频道 接下来的内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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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